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彰化其实整个彰化县的客家人口可能不到一成 但是有一些几个乡镇 比如说永靖 田伟这几个乡镇里面 其实在地的乡镇公所他们的调查是说 可能有七成以上都是大部分可能是饶品客 就是辅老化的饶品客 那以您对彰化的了解 您对彰化在地客家您的印象是什么 了解是什么 对 我对客家的印象是因为早期 有这个客家的因缘从历史里面 是从中原来到我们广东 江西 还有福建一带 然后再到台湾来 客家人给我们的印象就是 客家人相当有感情 而且在整个生活文化里面相当有艺术 像我们彰化 婚联 延龄 勇俊 补心 还有这个田围 这些客家文化都很深沿 而且我们将近有三十八 我目前了解的三三国王庙都是客家 这个因缘是比较深的对 而且以前我们也曾经到过那边去进乡 听的都是客语 大家觉得说这个多影文化都准情 感觉上印象很好 所以这个对客家是相当友善 而且我以前在苗栗 在杨梅 那时候当兵跟客家的弟兄在一起 觉得说到现在都存在一种相当有浓厚的感情 客家人是很重感情 而且重文化 重艺术 在地可能刚刚我们提到就是大部分的客家乡亲 可能已经扶老化了 所以彰化在地的客家活动 其实比起其他县市 比较起来就没有那么多 那如果说您有机会成为彰化县长 那您对客家文化的延续这部分 您的想法是什么 您觉得要怎么做 好 我想我们在彰化 过去对客家文化就有一些认知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这个猫楼西文化 其实这个就是客家系统 我们请他们去成立一个文化 每年随着全国客家日 还有这个童话记 还有十二庄的这个文化记 在推广 表演 唱三歌 做拼布 还有印发 还有做柜 这些都是道地的客家文化 要怎么样来让它这个是历史价值 能够继续传承 让更多人了解客家文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以后县府来攻守也好 客家族群的这个遗言的障碍 我们要去好好来推广一下 让更多人都能够 现在地球村 所以几乎都要了解到 你看现在我们的大众捷音 都也在播放客语 所以我们希望让这些客家文化 都能够更加的印象深远 您觉得在地在彰化 要推广客语是不是很困难 不是困难 要怎么样培养那个兴趣 你觉得 客语跟我们的母语跟普通话 差不多 只不过是有时候你仔细听一下 它有它的创意 您觉得要怎么吸引大家去 有兴趣学客语 学客语就 像还蛮困难的 不会啦 唱客家歌啊 然后有一些艺术文化带动它对客语的一种认知 然后慢慢培养出来 您刚刚有提到猫罗西这个文化协会 好像当初崔森是不是 就是您也有加入 对 不过这个协会是不是也是因为 就是彰化比较辅老化的关系 所以协会的运行好像也比较困难 会不会 不会 现在有一直在成长 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个挑水苦大 都是铜花 还有我们一个福田也是铜花 现在以前都没有重视 现在几乎每年铜花季一半的话 十几万人啊 你看大家来的时候看铜花 其实我们就是用那个文化 还有那个客家的一个创意 让它加深一下 那以后我们来办一些客家的歌谣 比赛 让大家朗朗上口 让大家知道 这个原来有一些客属的这个 这些传统的艺术 那更加会了解 您觉得现在县政府做的 其实差不多 只是说之后要加强 我们会尽量有机会来加强 但是方向您觉得大致是对的 对 委员 接下来我想要请问的是 我们很多在地客家乡亲 除了客家文化的延续以外 他们也会很关心就是 很多我们的比较客家的乡镇 他们都是南 彰化 那其实大部分都是农业的乡镇 那彰化这边其实是 我觉得它会有点拔河 就是它很重要的农业线 但是又要发展工业 所以有时候会有互相撤肘的状况 尤其是像西州就有这样子的情形 那之后您对彰化在地的发展 就是农业跟工业要怎么样取得平衡 您的想法是什么 好 我想是这样子 农业 农业它的特定农业期 不要去污染它 然后有一些已经有的工厂 我们尽量就是希望它环保做好 不要再污染 而且我会注重环保 我希望是说 我们也要让一些企业能够保卫 让大家有工作 而且不管是怎么样的企业 一定要环保做好 但是我们尽量不要再去污染这些 特定农业期 我们要怎么样兼备到说 就是在目前整个发展的气势 农业它的品质是我们的根本 所以我们要把它保护好 之前有一些争议是说 有一些工业区可能都还没有满 但是又会想要去成立其他的工业区 那您会觉得说 譬如说西州这边 它其实就是不需要的吗 其实我们不是设定在哪里 我是希望是说 我有工业区 比如说张宾工业区目前来讲的话 几乎在推展 因为我本身就是在经济委员会 在十几年来 我在整个张宾工业区里面 我推广 从以前006到88到现在已经饱和了 以前因为怎么样 整个生活机能配套没有 第二个连外道路不好 第三个风沙很大 第四个照明灯光不好 立美化现在就有做好 而且有秀团的医院 文化馆 还有艺术馆 健康园区 这个整个配套出来 现在目前张宾工业区已经把握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朝这个目标来做 不要一直要开发之前 要了解到它的需求性 不能说只有说各自 我们可以从中科士级 差不多上了 还很多 您对彰化的发展 如果您当选县长 您觉得首要任务是什么 首要任务就是说 因为我们有南北的差距就是希望把这个扩大都市计划做好 沿油的工业土地不足的 农业已经有污染的 不宜再种植的 我们要怎么样来保卫它 不要让它再继续污染 而且这些要做小型工业区 把污染就集中在 由政府来做这个 你汇水处理 全部由清运到张宾 或者说污水处理厂 你不要去乱搭牌 你搭牌就会偷牌 那我们把防治做好 尽量污染的重污染 我们不要去在那个保护区里面 您说就是分区之外 要说服民众可以开发就是污染会顾好 不是 不让它去 这个是要看合法的程序 不要去污染 尽量不要去污染 你知道我们像我们 我们这边污染 我都全部去把它 这个处理 让它都到张宾公园区去 这会是首要任务 是因为现在搭牌 这些状况很严重吗 严重啊 所以搭牌你不处理好 那污染源越大 所以我不希望是污染 我希望要做好 因为政府带动 为什么你把这些问题 已经污染这么多年了 而且历届的每一次 什么荒根 栓息什么样 那个其实什么样 重金属污染的既定下去 就是好几十年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好 所以以前是 其实它是做得好 但是就是源头带舵的问题 对啊 如果大家 尽量就是防疫防重于治疗 不要让它污染以后再来做 恢复工作 我们要防止它不要去污染 可是为什么那么久都没有办法解决 那您可以解决的主要的 不是法规的因素 不是法规的因素 是人的因素 你相不合理 就是执行 跟现在实案的问题是一样的 对啊 以前实案大家 你看不是现在才发生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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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人敢勇于去把这个公理正义拿出来 对不对 所以您觉得您是可以做到这件事 要有政治责任 政治魄力 那其他您的政界 您在彰化 您觉得说 你有什么很新的一些想法 想要在彰化实行 我想彰化是一个传统 过去第一个突破100万线 现在人口是一直外移 五都加一个桃源 我们是白第七 那彰化 现在还是有100万吗 130万 还是有 对 就是六都以外唯一 对 唯一啦 100万以上就彰化 那彰化呢 我说实在 我在这里土生土长 我的所思所想 我就是要希望彰化 能够把这块土地照顾好 让企业能够提升 而且让我们的子弟都能够有工作 最重要一个目的就是说 因为过度 过去就是彰化是 就是半线 从清朝时代到现在 很多的都市计划没有做 影响都市发展 很多整个没有去执行 所以造成这样子在整个企业界 要找土地不好找 而且任意的这样子违规也不好 所以我们尽量政府把它规划好 让他能够有企业 可以来整合 带动整个产协合作 让下一代能够再彰化 不要外流 而且他有创业 有工作 那就敢结婚 敢结婚就敢生孩子 不然我们以前155万 现在剩下不到130万 那个人口数下降太 那产业您的想像是主要要引进什么样的产业 还是工业为主吗 不是我们引进的是这样子 当然引进不是我们自己在想 你要有让人家的忧因 第一个 你的整个大地文化是不是适合 土地的它的取得 法规 环保 劳工 还有它的整个电水什么样这些配套 是投资者的考虑 不是我们想要招商就可以招商 但是我们是优先以尽量 就是低污染 你说企业完全没有污染是骗人啊 对 可是现在土地取得这个地要件 就还蛮困难了对不对 对 可是我们也是希望地进取用的 有的地方不适合种植的 你再种植也没有用啊 不合成本效益 对不对 我们尽量把那些特定农业区保护好 不要再污染 除了您刚刚提到的主要证件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选举这件事情 是 其实之前本来是说彰化线啊 比较可能泛蓝分裂啊 泛律分裂这样子 那现在就是柯成坊先生他已经确定就是不选了 那您这边就是直接国民党就是提明明 就是没有问题 但是在地其实会有一些声音是说 泛律其实是表面上的分裂 但内部其实没有 因为台联是支持民进党 但是泛蓝这边是表面上是团结的 但私底下其实是有很多力量的合纵连横 那您这边您这样子跑下来 就是您觉得您的胜率还是很大吗 其实说实在 我参与民主政治有三届的议员 三届的立委 我自己很清楚 政治是一步一脚印 所以凡事你走过你会有所很好的反应 老百姓记得你 我从过去到现在 我选过彰化县的这个全县的立法委 甚至于我选区域的 然后我一直没有中断过 所以彰化县26乡镇590村里 我几乎走透透 我有服务过 我有建设过 我有跟他拖过手 所以在这个广益上来讲 其实初选就是一个例子 初选我也是很正常的接受大家的考验 但是选民还是给我机会 那可见的就是说选民他是 他有智慧的 他眼睛显亮 他看得到 林昭明的确是深耕有在为你服务 而且我的理念是透明化 让大家看到希望 所以这是最重要 您的透明化是指 透明化 我所说的 比如说我要做什么 对不对 我的政策是要做什么 建设要做什么 政策福利要做什么 我这个都透明化 我不会含糊的带过 我不会说选前做一样 选后又做一样 这样不好 所以我是对选民是用政治责任在负责 所以我在从以前到现在始终如一 我可以做的 我敢承诺我就做得到 其实我不是在等着人家说分类不分类 我自己经营我自己做 有自己的概念 只要努力 选民就给我机会 我不是在等待人家给我机会 我是靠自己努力 我只问我自己有没有 打 有没有尽到这个责任而已 你就是很有信心就是 尽量握到每一双手 然后都有复活 这个是最实心的 是是是是 就这样一漏食 勿食创新 繁荣彰化 这是我的主题 所以我这个人跟我个性都一样 我对任何人都是 绝对成 这个这个 诚信人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在总法姨安团 和长线眼面对面 我访问的 和民进董提名 给总法姨安团长线眼威名过 参选人您好 主持人好 您姓魏 其实我们知道 彰化其实还蛮多姓魏的人 是其实我们说有客家底的 那您跟客家有没有渊源 我们姓魏的应该是来自 丰源 或者是 在上一 在推上清朝的时候 应该是在 福建的饶瓶那边过来的 那饶瓶都是客家人的 那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是客家底的 是不会讲客家话的客家人 所以客委会就给我们一个新的名词 叫做福老化的客家人 福老客 您是什么时候知道您有客家的协同 在民国九十一年 参选全县的立委 那时候在跑全县的时候才知道说 张华县在卓水溪的沿岸的象征 竟然会有人讲客家话 那时候才知道了解整个张华县 一些不同的一个族群的文化 也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 据客委会最新的委托的调查 说张华县整个张华县大概有九万三千个客家人 大概是百分之七点二 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 包括您是浦星人 就是浦星 园林 永进 田伟 其实这边他们乡镇公所所做的调查 就是当地的客家人可能有七成以上 就是您说很多都是福老客 那像您一样就是 其实从小成长环境是没有办法说客语的 那未来如果您当选县长 您对在地的客家 您觉得需要做些什么 其实张华县的客家人 在我的认为 广义来讲的话 应该有超过三十到四十万 也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 将近四十万 那分布的地方是在从园林以南 像园林正的姓张的 社头的姓柳的 那永进姓邱的 浦星姓徐的 双分徐的徐 还有田伟姓范的 姓詹的 姓邱的 包括北斗姓陈的 西州也有姓徐的 那竹堂也有一部分 那现在会讲客家化的地方 剩下只有三个乡镇 就是二林 二林有姓廖的 廖的那个也是 还有竹堂有一个明镜村 明镜国小 那个纯粹都是会讲客家化的 还有西州的西畔的分校也会讲客家化 但是我觉得说客委会在我们彰化办一些 每一点都办一次 福老克文化祭 但是办一办以后 我觉得说对客家的文化 语言的保存 在我们彰化来落地生根 是没有多大的帮助的 我还是认为说将来有机会 当县长以后 应该要成立一个客语 富裕的一个运动 成立一个基金会 让客语的族群 能够每一年在暑假 或者是寒假来办客语 一个富裕的一个文化营 让小朋友能够跟父母 一起来学客语 只要我们把客语客家化 能够保存下来 我们对族群的认同 才是最根本的 其他的活动 彈化一线 对客家化在彰化县 能够继续能够保存 这样的一个语言的话 是没有帮助的 所以我当县长以后 我就会学校 我就是会每一周 有一天是母语的 母语日 就是这一个礼拜 这一个礼拜 鼓励每一个小朋友 都讲他的母语 我们尊重 每一个族群的语言 但是这一天到学校 希望每一个小朋友 都讲他的母语 但是客家语言在我们彰化 它是一个很弱势 很弱势的 那我们希望说 有客家底的小朋友 也能够开始认同客家人 认同客语 然后来学习客语 让我们客语能够在彰化县 能够陆地深耕 发自茁壮 其实您提到最重要 如果没有语言 其实这个文化 用什么形式保存 都没有太大 因为他没有认同 他只知道习惯而已 他是习俗而已 习俗而已 真的有客家的一些称呼 客家的一些庙 他会认同说 这是一种习俗 可是他就没有认同 只有要认同就是语言 所以语言一定要推广 这个学校就算是有课程 也不可能天天讲 一个礼拜可能只有一两个小时 两三节 那你如果说能够有一个文化营 在寒暑假办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那天天都到 天天都来讲客家话 跟家长一起来讲 我们认为说客家话 是要用平常日常生活在讲的 这样的一个语言 才能够落地深耕 才能够永续 才不会断层 才不会被人家消灭 或者是流失 所以我认为说 我们这个课语的 恢复客语的推广的 一个文化的运动 语言的运动 我们办这样的一个文化营的话 希望家长也来参与 那我们老师是一个配角 不要是一个主角 让家长跟小朋友 重新认识客语 对客语 对我们的族群 有自信 有认同感 然后我们希望说 客语是生活化的一个语言 在家里 大家都来讲客家话 出去以后 出去外面 我们可以用其他的语言 可是回到我们的家庭里面 我们就用客语的方式来沟通 所以我是有在想说 将来以后 有限制度来出资 我们对客语的朋友 客语的相亲 关心客语的人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 每一个寒暑假都来办 我觉得只要有用心的话 这个讲客家话 在彰化县的族群人数 会越来越多 我不知道我这样 会不会挖洞给你跳 就是如果您有机会当选县长 其实啊 最有那个号召力 应该就是县长带头来学吧 这个没关系啦 这个没关系 因为我们也是 其实我告诉你 你自己也会想要学 因为第一个没有环境 第二个没有师资 没有师资 这个师资 应该还是要请 这个客委会来这里做资源 那我们知道说 讲客家话的一些相亲 年纪都很大 伯伯妈妈 真的都是将近七十岁 或七十岁以上的 所以年轻的人 还是比较少 所以对讲客家话的师资 我们这个部分 还是要客委会来跟我们资源 您觉得就是以学客语这件事 光在地是没有办法做成的嘛 因为其实还蛮多 彰化的客家人 他们自己很有 很有这个心要去学 我知道彰化的客家人 是有些人是从陶醉苗加过来的 并不是说 但是您觉得师资还是不够的 对不够 但是他们也要看他们的意愿 但是我认为说只要县长有心 其实这个东西是可以克服的 只要张中县这种支持的话 其实这些也是能够解决的 所以将来当县长以后 其实我对任何的一个族群的 语言的保存 我都会尽我的力量 不予力来跟他们协助 尤其是客语的部分 因为客语客家人在我们长州县 至少也是占了第二大的族群 或者是第三个族群 他应该要让更多的人来讲客家话 您刚刚有提到就是办活动的部分 还有客语的部分 那其实不管是中央或地方政府 对客家政策的想象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个是会去尽量满足在地客家乡亲 对他们聚会的场所的需求 那我们的朱迪记者 他就是也常常来到彰化采访 那其实蛮多乡亲会反映说 我们希望可以有一个我们的管设 或者相关这个 但另一方面也会很多人说 很怕弄了一个这个又变文字观 那您对这一点 您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要设立一些客家的文化馆 类似这样的一个馆的话 我觉得说与其要做不如还是有从教育着手 议员的着手 来恢复他们 一定需要一个硬体的 对不需要 因为你做了以后 其实大家又不是讲客家话 你摆了一些客家的一些文物 即使你也不是认同 只是说看一些古物啊 或者是一些雕刻 他并不会认同自己是客家 所以如果说要看的话 有些人会更直接跑去陶醉苗看可能会更好 所以我觉得还是从心灵的一个改变 还是要从教育着手 还是要以恢复讲客家话为压务 其他我认为说那个都是对客家的语言的富裕 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所以我是认为说 以及这样的话 不如把那些经费作为推广 富裕我们客家语言的文化语 落实到小朋友身上 让小朋友这个讲客家话的人数 不要一直减少 赶快能够恢复更多的人来讲客家话 我是认为说这样会比较有意义 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 彰化比较主要的客家庄 像永靖啊 田伟啊 蒲昕啊 而这几个其实很重要是农业 大部分都是比较农业的村庄 那我们也很常报导到这些客家庄 有关农业的一些成绩 刚好前不久您也提出了 您的农业相关的政策 政见这样 但是另一方面 其实彰化我们也很常报导到是 因为开发 所以影响到农地 那您要不要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就是您所谓的农业的想法 您的政见是什么 我们彰化县最主要是我们客家 福老克落吉的地方的乡镇 几乎都是农业的乡镇 那农业乡镇当然我们需要能够把我们 有限的土地的一个资源能够保存 不要受到工业的一个污染 那我们商务建政策也在张南 像张南西州那边或者是二零那边 也是要已经规划了两个公寓区 那尤其是比较有争议的就是在西州 那我们希望说我们西州这个部分 能够把它保存 那二零的部分已经开发了 那还没有厂商来进驻 在厂商没有进驻之前 我们是希望说西州那边暂缓 那我们协助需要土地的一些工厂 那些资本家能够迁移到这个二零科学园区 所以我们并不是说返商 我们是希望说我们的土地能够 有限的土地能够合理正义的一个公配 跟这个分配跟公平的一个利用 那也不要说一些工业区的土地都闲置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的立场是很明确的 就是张南公寓园区我们是认为说暂缓 那我们需要土地的一些厂商 那我们协助他们去二零中科四勤在那边去市场 我记得说这样才能够创造 当地农民跟土地 以及一些厂商的一个商营的政策 其实每个县市都想要求经济发展 然后很多也会是工业上面的发展 那但是对您来说您觉得这样子 其实二零这边是已经足够了的 其实不需要再浇化其他地区 再开发工业区了吗 我是认为说 当然工业的发展也是需要 那农业当然也是需要 其实我都是认为说要尊重当地的人 有些当地的民众他希望能够过这样的一个生活 我不希望有工厂牌 我农业也可以升级 也可以转型 也可以发展经济农业 无毒有机的 所以我们要尊重当地人的一个意愿 有些当地的人很敲锣打鼓 希望工厂牌 所以我们要把 现在还有这样的地方吗 还是会有 他认为说我有需要 我这边要发展工业 所以我是认为说 要把一个政策放在一个对的地方 有些地方人家就是要过这样的一个生活 那你就尊重当地的民众 这些政策不应该去强调 对啊 不能强 对对 有些人就是希望这样土地正义 你强迫人家 土地被你征收 这个家园被你裁除 所以我认为说一个执政者 还是要充分跟当地的民众沟通 那民众他们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 从事什么样的一个产业 我们也是要跟人家尊重 他要当一级的产业 从事农业 我们也要跟人家尊重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政策 应该要落实在对的一个地方 这样的话才不会造成 实际上的一个困扰 以及民众的抗争 以您收到就是 彰化乡亲他们最介意的事情 在蓝绿之间要怎么去解决 您觉得是什么 彰化县的县民最在意就是说 这几年来都没有什么 就是改变的很少 尤其是外移的人口很多 我们彰化县每一年都有8000个人 外流 所以彰化县人口越来越少 是全国外现在最严重的一个县市 我们如果说把彰化做好 那年轻人都留在彰化 共同为彰化县来打拼 这是我将来要做的事情 那我提出了一个十大的一个愿景 像交通的愿景 农业的 教育的 观光的 产业的 热火的 社府的 等等等 这一些 这一些证件 这尤其是交通的部分 是我的专场 我认为说交通能够做得好 路开到哪里 经济就会发展到哪里 人就会到哪里 钱就会到哪里 所以彰化的交通能够做好 三横 三重 三田 三桥 能够把彰化县 把一个田日行的快速道路 交通路廊把它做好 然后彰化的铁路高架 远远铁路高架 还有田中的高铁站 这三田 还有三桥 就是三座 大渡西桥 跟台中连结在一起 这样的一个交通弄好了以后 把基础打好了以后 其他我们的一些政策 就会陆陆续续来推展 所以交通好 我们会带动中头 中章 中章头三个县市的共融 也是将来台湾第二个首都 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目标 那我们展望县 到台中市 将近有60万 就是说占台中市的四分之一的人口 所以台中市 跟我们是一个层子相依的一个县市 我们会跟林佳隆互相来 林佳隆市长互相来合作 那希望说在台中市 就是住不起买不起房子的人 都能够搬到我们彰化县来 来将彰化县作为台中市的一个卫星工厂 那彰化县的南部啊 将来作为台中市的一个后花园 一个农业的一个休闲 观光补给的一个基地 民进党提名了您 但是前台联的 立委黄文林小姐 他就是用五党籍的身份参选 那这个对您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您觉得 我们台联跟民进党是兄弟党 在我们彰化县根本就没有分类 因为其他人都是用五党籍的 今天只有国民党跟民进党两个人在对抗 国民党提名林超明 民党提名我 其他两位都是五党籍的 所以范例在彰化县其实是没有分类的 那黄文林他也可以拿到国民党的票 当然他也会拿到民党的票 当然对我们来讲多多少少也会有影响 但是毕竟台联是没有支持他 台联也没有提名他 这样对我们的冲击会降低很多 那我们就故意想起本土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